郭敏忠 歡迎東團總條 報昆記 提出華東快速公路 感謝特別條例的策案 今天是在交通委員會新車 包括交通部長翁國仔說 那是直接用特別條例 跟現在的聽說是不一樣 條例民進行經費上行 強行有現場的經濟 這就引起報昆記不完 委員 我剛才談到 對於部實在羞愧 現在令你們交通部也認為你們大法官 國外在審議 郭敏忠 國民黨立委報昆記 兩次跟交通部長翁國仔 大聲匹配叫他回答 因為他拿出華東快速公路 建設特別條例的策案 裡面民進所需要的建設 經費上行是兩千五百億 給交通部認為這個條例 有立法康和有行政康 現場的正義 引起報昆記的不完 我已經講說我不反對 把條例通過你更好做事情 結果你的報告 屬此而羞愧交通人 什麼叫自愛 什麼叫違憲 郭敏忠 國人快速公路 可行成平國 暗算今年八月份完省 會按順序進行 綜合規委跟寬評 下等後才又提出相關議選的價位 如果價位的路線有到174公里 而且已經過萬民步路 地點都走開 如人警官跟地域免賺的區域 寬評如果沒有通過會做生條例 沒辦法進行 以個案的方式來要求編列預算 這件事情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傅昆其行政立法 搞不清楚嗎 他嚴重的違反了交通建設 應有的評估程序 法黨看出公路而議題 還有一次引起立法院的共同 鄉政院長丹建議員表示 政府已經打拼在建設法黨 已經到時要3千億的建議 用到憲法對國款分立 無免口的規範 希望五年都要準修本分 都要有10月 記者 綜合報道